林志玲和黑泽良平认识半年就闪婚 婚礼时间却一拖再拖 最近志玲姐姐终于补派了婚纱照 婚礼的移应续节也随之曝光 据台媒报道 林志玲与黑泽良平的婚礼最终定于11月17日 婚礼地点则定在中国台南市第一美术馆 届时婚宴只开12桌 宴请百余名宾客 和其他女明星的婚礼比起来称得上朴素 报道还称婚礼后林志玲将随丈夫回到日本 和公共婆婆一起生活 林志玲也曾在采访中透露 婚后会减少自己的工作 安心做一名合格的妻子 网友猜测林志玲可能会为了讨公婆欢心改国籍 因为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除了改国籍问题 林志玲的婚礼选址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据悉台南美术馆是著名的文化古迹 此前没有举办婚礼的先例 因为婚宴产生的油烟会伤及古建筑 不少人认为就算是国民女神 也不应该有特权 强烈抵制林志玲在这里办婚礼